加拿大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报告 资料来源于约翰斯或普京斯大学 截至加拿大沃泰华时间5月28号12点32分 北京时间5月29号凌晨32分 加拿大确诊病例89593例 加拿大死亡病例6954例 加拿大沃泰华时间5月27号12点32分 至5月28号12点32分 加拿大新增确诊病例1480例 加拿大新增死亡病例200例 加拿大沃泰华时间5月27号12点32分 至5月28号12点32分 疫情点评 加拿大新增确诊病例和新增死亡病例 叫昨天都有所上升 新增确诊病例叫昨天上升了 489例 新增死亡病例叫昨天上升了 101例 我周一到周五下午更新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 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这样您就可以接收到发布新视频的通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